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气 1980年 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 用了三张账二匹的宣纸 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 中国首建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 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近年来 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 古禅先生场应邀绘制巨幅国画 由于画幅太大 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 俯身纸上用尽仙心力挥毫血液 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墨竹 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 他寄托着细节 在李苦禅笔下 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欧歌 1981年 82岁高龄的李苦禅 创作巨幅作品《圣下图》 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燕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童法 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宿主梅兰神 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 阳刚美的精神 向上的精神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 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化史上的奇迹 老人用七天时间 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 题为《圣下图》 已欲祖国华夏昌盛之意 老年的李苦禅 作品古捉 含蓄 老辣 返璞归贞 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